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正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这几课呢,我们继续这个问答系统的功能开发 那么这几课所需要完成的内容是这个菜单的同步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对我们这个系统的菜单做一下定义 那么接下来是做一个同步的脚本 那么每次运行这个脚本 那么这个菜单就会被同步到微信的服务器上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我们这个直接创建一个menu.js 那么这个menu.js呢 这里面我们直接把这个menu申明出来了 那么它是一个menuatoms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就定义了两个 就是在我们的界面上就定义了两个按钮 那么全部都是这个单击类型的 那么单击类型的按钮呢 就是说在用户点击的时候 会往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服务端发送一条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的事件 这个类型呢是event 那么它的这个key呢是这个 这个值 那么我们的这两个菜单 一个就是问答历史 一个是随机问答 那么当用户点击这两个按钮的时候 他能看到自己的问答历史 那么同时呢 另外一个功能呢 他能看到一些随机的问答 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菜单项的定义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同步过程的这个开发 那么同步过程的开发呢 那我们需要肯定是需要先有一个这个access token 然后先调这个delete接口 然后再调个这个create接口 把我们这个对应的参数传进去 好 那么 上面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gssdk require进来 const gssdk等于requirelibsgssdk 那么我们这个gssdk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调它的getaccesstoken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响应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响应是什么样子的 是获取到的这个accesstoken 那么if error return console.error 获取accesstoken失败 那么否则的话呢我们要request.getaccesstoken 那么我们这个uil呢根据它这个官方的文档 我们把它copy过来 好 我们先去创建 要先去删除我们的菜单 我们先去创建 那么if 1 retain console.error 菜单删除失败 好 好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我们这个gssdk 那么为了方便了解我们这个程序的运行状态 我们需要加一些调试代码 比如说concert.log 我们把token打出来 然后这儿的话我们就concert.log 然后这儿的话我们就concert.log 这里面有错误就是我们的这个accesstoken有问题 那我们把它remote.accesstoken 好 再试一下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已经删除成功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调一个同样的方法 posed 那么这次调用了我们需要传议参数 那么posed它的url是create 那么accesstoken是这个值 那么 那么json呢是这个没有items response 然后body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 那我们把这个创建改成创建 删除改成创建 删除改成创建 好 那么为了方便调制request的这个酷呢 那么其他也可以是可以把request.debug设置为true 那么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么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我们这个脚本 那么可以看到到我们这个最后输出的是菜单创建成功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上面有遇到这个accesstoken失效的问题 那么这个原因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那么大概率是因为这个 你在就是我们在ECS运营服务器上 获取的accesstoken和这个 我们在浏览器的这个公众 平台借口调试工具里面 获取accesstoken 两个accesstoken互相覆盖了 那么微信会 微信那边如果获取了新的accesstoken 那么老的accesstoken就会失效 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把基本的同步流程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它包到一个函数里面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它作为定时制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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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包 叫做Node Schedule 那么这个包呢就使用了这个包呢 那么你可以就是像Chrome Tab那样去管理你的这个定时任务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需要Node Schedule-s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呢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把Node Schedule这个模块require进来 然后呢就可以设置我们的这个定时任务了 那么这个定时任务呢可以使用这个Chrome Tab这种模式 那比如说我们要在每天的这个就是每每一小时同步一次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Chrome Tab的定义 那么第一个信号呢是秒数 然后第二个是分钟 那么我们再每一分钟执行一次 那么Consulter log about to sync没有items 然后呢我们启动这个脚本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长逐内存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等待一分钟 那这里面呢在这等待的期间呢 我跟大家这个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Node Schedule这个模式 提供的这个叫recurrence rule 那么这个就是它提供的一个API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年月日就是十分秒 这种方式或者是周级这种方式去设置你这个计划任务该在什么时候执行 那么它的这个实际上的就是你使用了之后 它跟这个Chrome Tab这种格式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是更语义化一些 那么如果你使用这种模式 那么一定要很清楚它的每一个字段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那么使用下面这种 就是这种recurrence rule的声明的话 那么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直观 那么为了让代码更易读呢 我们直接杀掉这个进程 然后呢 把这里面直接改成这个语仪化的schedule schedule规则 那么我们直接改成second等于0 那么就是让它在0秒的 就是每分钟就同一步一下 那么接下来为了观察我们这个schedule的运行模式呢 我们直接set into function 然后让它每两秒 那console.log new date 好 现在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我们这个定时任务的脚本 它会每两分钟 每两秒钟打印一条日志 然后等到0秒就是59秒结束之后 它应该会输出我们这个 就是about to think main item 那实际上它没有叫这个think main items 再等十来秒钟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里面是输出了about to think main items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 就直接掉 都 main you think 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这改成 main it 0 然后把second 然后也写成0 那么这就是让我们每小时同步一次 好 那么我们这个脚本呢 就写到这里 然后把它提交一下 好 那么关于菜单同步 这个功能 就是菜单的定义 以及这个同步脚本的开发呢 就到这里 那么下几课 难兵 也 移转